所以是去至少都会待一个月到两个月 还有现在Eleven很多 Eleven很多 就是我们的朋友会一直跑出去吃游戏 也不用换语诶 也不用换马来文啊 也不用换英文 我喜欢它的夜店 诶等一下 跟马来西亚夜店有什么不同? 哇 差很远啊 嗨 我是可恩 这个疫情到今天已经差不多两年了 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差不多两年 我出国旅行了 不要讲出国 我来跨得都不能 当初爆发的时候 应该没有人想到这个疫情会降久 本来2020年3月我要去日本的嘛 然后每年6月我会去台湾的 这些plan全部都habit了 飞机讲什么样子 已经不记得了 so 今天拍这影片 就是要来缅怀一下台湾 为什么是台湾呢 因为台湾算是我去过最多次的一个地方 我之前已经连续三年 等6月份都会去台湾 甚至有试过一年里面 去台湾两次的情况 有一些是工作啦 有一些也是去旅行玩的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去台湾呢 第一个原因肯定就是因为 台湾太多好吃的东西了 有阿中面线啊 橙山丁奶茶 金崩卤肉饭 喵口面线 还有炸鸡排 台湾人也是很亲切很friendly 然后街上全部都是狗狗 像九份啊 十份啊 台北 台中 高雄 每一个地方都有他们自己的特色的 OK Anyway 今天我找了五个YouTuber 他们本身去过台湾 也很喜欢台湾的 然后问一下他们的台湾出体验 Go 哈啰 我叫Clarence 哈啰 大家 我是红少奇 是吗吗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大山 大家好 我叫子豪 我是一名律师 我之前常常到台湾去 一些大学给语言讲 所以我对台湾的印象是非常好的 谢谢你 第一次 19年我是跟 IWATIN去那个 一个EVENT来的 然后我们去那边 我自己都不尝试去旅行 我比较多是去工作 所以是 去至少都会待 一个月到两个月这样 应该 达底都有五次六次吧 我只去过一次罢了 然后我去的时候是 跟大学同学的毕业旅行 读不清 超十几二十次吧 我看 其实是 我有去过台湾 训练 四五次啊 有 有四五次 你有没有 第一个东西是吃哦 吃很适合我们哦 我们到处可以吃 然后还有一个是 全部都是法人 你会觉得很 诶 很亲切感这样 看着这个 Restat 11很多 Restat 11很多 就是我们半夜会一直 跑出去吃东西哦 OK 可以跟我一样 因为我也是很想 他们的神 有很多东西吃 台湾真的是最最最好的 就是他们的 软情味 他们人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亲切 好到就是你随时 问他们 他们都是很热情的东西 台湾的人嘛 人跟热情 没有哦 我觉得在跟我们这边 其实确实有一些不同 可能是因为 他们那边又用华文 然后我们的亲切感又更深 很有善 也不会很像 我们这边一下就 翻车啊 这样的那种 所以我真的很喜欢 他们那边的人 你不用换语言 你也不用换马来文 也不用换英文 你就会觉得很有亲切感 我是很喜欢这一点 就是街边的那些时候 好像我们像爱玉饼啊 在淡浆那边上 可以吃到那些小螃蟹啊 或者是烤鱿鱼啊 我喜欢他的夜店 诶 等下 跟马来西亚夜店有什么不同 哇 他很远啊 我去台湾的夜店 跟马来西亚的夜店 我会觉得台湾的女孩子啊 会让我 哇 一直会去看 他们台湾的女孩子很厉害打扮 很会花妆 在马来西亚的夜店 我会偶尔看一下 然后没有什么 就是不要等空了 在台湾呢 哇 好忙哦 哇 一直看 因为 你一看到他们的文化 不一样 他们就是比较开放的那种 他们跳舞啊 谁都很开放的 还有鲁肉饭 西门店的 我每次去 我一定会去那边买鲁肉饭 我喜欢交通 因为我觉得他们的 去到哪里都可以到 这样子 风景我也是很喜欢 嗯 在台湾 你任何一个角度拍出来的照片 就是不一样 我觉得是夜市吧 可是我觉得很可惜 是我去的手是有点雨季的 哥啊 我觉得应该都是 夜市是最爽的吧 全部都是讲一样的东西 真的 夜市真的很爽 还有他们的火锅哦 是布施 然后他们的肉都非常的好 我虽然去的是台北跟台中 可是我喜欢的其实是台南 哈哈哈 就是城市的地方哦 对观光客来讲是必去的啦 所以第一次我会觉得 哦 你去城市OK 可是如果再回头哦 我其实会比较想要去 比较乡下的地方啊 或者是比较 纯朴的地方 所以如果可以去到那种高雄墾丁啊 它那边就可以冲浪啊 也可以看海啊 这些就是我很喜欢的 不然就是绿岛 我就会很喜欢 我在台湾最喜欢的地方 还是台北 但是第二次 当时台中 就是每次我到了台北 我都会 至少一半天 或者是一整天的时间 动了一个高铁 去到台中再回来 OK 举个例子 这是以马来西亚华人的角度来讲 因为我是 华人 然后去到台北的时候 是一个大城市 再加上用的语言 都是我充足的语言 口味跟我一样 为什么台北 因为这就是一个华人 民主 跟我们的口味 一样的城市 我喜欢那个 台北 因为它比较 安宏一点 因为我去台湾 我就是想看美女 OK 这样 为什么我会觉得 ASUS不能台湾 因为ASUS的感刺很高啊 给我感觉 我知道了 这个 这个餐厅我很喜欢 但是很讽刺 Tagline是马来西亚人做的 真正的发明家是马来西亚人 但是 是台湾给它资金跟地方研究的 哦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吗 泰克鸡排 还有 那种早餐店的卡拉鸡腿包 然后还有 胖老鸡 我们很常吃鸡 很香 它的那个炸鸡很好吃 如果讲电子产品 我知道有ASUS 我觉得它的产品都很不错 我最喜欢台湾出产的女人 鲁肉饭 或者她跟我的一个交通工具 我都觉得很OK 我觉得有两个 一个是吃了一个是好的 你说 就吃了一定一起 吃了就是他们的芒果 他们那个爱的芒果 真的是第一个好吃 我在那边吃他们的芒果饼 因为我不是很爱吃芒果的人 我都觉得 怎么可以这样甜又 这样好吃哦 我们这边找不到了 芒果牛奶 啊 OK 好好吃 好喝 好喝 每一天我在那边的时候 我都要去买来喝 真的好喝 更喜欢的台湾厂品呢 就是桃园 这个打西的豆干厂品呢 是我最喜欢的台湾土产 还有就是它最出名的是豆族 这个豆族啊 它好吃到 它用它设计是一个 就是一个好像花盆这样子的 可以直接拿来吃 当这个零食来吃 那除了想要去台湾旅行呢 其实我刚才也有讲到 台湾很多产品都是很好用 然后也是很高科技的 在疫情还没有爆发的时候 台湾会在马来西亚举办 台湾形象展 叫做台湾Expo 目的就是向马来西亚 推广台湾的合作商机 那今天因为疫情的关系 已经全部换去online了 今年2021年的六大主题 分别就是 智慧车辆 防疫零接触 工业4.0 时尚生活 文化观光 台湾 哈拉 那这次台湾Expo呢 会展出160家厂商的创新产品 包括了半自动驾驶系统 携带式的空气清新器 Macaron的咖啡礼盒 遥控火炉自动光的技术 还有哈拉认证的3.1克奶茶等等 啊中间呢也会传采一些关于智慧生活的发布 还有深入分享一些台湾产品的技术 最特别是哦 今年他们会运用更加厉害的VR技术 制造一个虚拟展馆 意思就是 现在MCO嘛 疫情嘛 不能搞Event是不是 不用紧 有了这个VR技术哦 你就好像亲身去到这个展馆 看到新产品这样 今年的台湾Expo呢 会从8月4号到6号展出3天 有兴趣的话直接去他们的官网 注册了 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3D展馆 讲着讲着我都有点想念台湾了 这次台湾Expo 也发起了一个叫做想念台湾的活动 包括了鹿角巷啦 恶魔鸡排啦 好物飞行啦 还有台湾精品ICT合作厂商 Brightstar等等 只要参加他们的contest哦 你就可以拿到Promo Code和Grab Voucher 怎样参加 去到他们的官网 你就懂了啦 在影片结束之前 给你们看一些东西哦 interrupted 他同 christsten 有这个用里有 他在跟讲玩网 似乎比赛 儿机 女友 比较 很大的 不能 递 照片 Je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